随着三月份的到来,距离微博的年度盛典微博之夜开场也越来越近,微博之夜官方账号近期也是非常的活跃,每天都在晒明星的九宫格照片,而从他发布的照片来看,这些明星有望参加即将到来的年度盛典,顶流肖战也在其中 网上流传出一份微博之夜的嘉宾名单,这份名单中有肖战、王一博、杨子、李献、任嘉伦、杨幂、迪丽热巴、赵丽颖、邓伦等众多明星,阵容可谓是相当豪华,一时间让网友看得眼花缭乱 而在这些明星中,肖战讨论度一直居高不下,于是官方也紧跟热度安利了肖战,更放出了迪丽热巴、杨阳、杨幂、王一博等九位明星的牛仔装,肖战的牛仔装更是少年感满满,引来了大批粉丝的围观 微博之夜官方更是多次将肖战的照片放在第一位置,由此看来,肖战被邀请参加本次微博之夜的可能性非常大,而且他已经蝉联两届微博king,这一次更是有望继续蝉联 虽然这份名单并没有被承认,各家的粉丝们也不用着急,坐等官方的最终名单就可以了 对于肖战是否参加本次的微博之夜,还是等本人的官宣吧,虽然小编也非常期待肖战的新舞台 据悉,前段时间肖战官宣入组梦中的那片海,又开始了忙碌的拍戏生活,粉丝们除了看品牌爸爸放出的新物料,几乎找不到肖战的其他动态 但幸运的是,在微博之夜上能看到他的照片,而且肖战本人也在3月2日发布了新动态 在肖战的新动态中,发文迎接春天的到来,并配上了久违的自拍,粉丝们纷纷跟随肖战的脚步,迎接春天 回望去年一整年,肖战可以说是非常忙碌,辗转几个城市演出话剧如梦之梦,拍摄玉谷摇集新代言物料,宣传新剧等,这也导致每次他有新的动态发布,粉丝们都热烈欢迎 险阶段的肖战,早已扫去往日阴霾,努力工作,磨练演技,把更好的作品带给支持他的人 虽然现在肖战参加微博之夜的呼声很高,但是参不参加,还是等待他最终的决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